跟着评大叔看遍普吉豪宅 今天不是豪宅了 今天大叔要带大家来看普吉岛的游艇 那么来到普吉岛肯定是要出海的 那么少不了游艇的选择 那么大叔在普吉岛不光是有豪宅资源 那么游艇一定是会少掉的 那么今天这艘游艇是54尺 那么它的名字叫做Alisa 那么这艘游艇虽然有一定的年限 但是保养的还是极新的 那现在的位置是在普吉岛的皇家游艇俱乐部 当时我们拍摄别墅的时候 也是在游艇俱乐部里面所拍摄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停放很多的船 那么现在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到船上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这艘游艇是单体游艇 一共是长54尺 可以容纳最多20位小伙伴 那么在普吉岛怎么玩船 那么sorry我们这边是不玩小时 我们这边都是按天算 那么这艘游艇我们是按8个小时来 当然你可以过夜 价格的是从75,000泰铢到21,000不等 根据你的天数和人数不等 那么具体的价格 小伙伴可以私信大叔 那么现在我们到船上来看一下 首先过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的有一个比较宽敞的位置 是后面休息区 那么打开我们的舱室呢 就能看到舱内的环境 那么首先进来以后 整个环境的我们是有空调 那么可以容纳10位小伙伴在这里聊天玩耍 但是呢我觉得出海哈就要看风浪 如果是风浪过大的话 船舱里面会有点闷 没关系 那么这艘游艇呢 它是有个飞桥 喜欢吹风的朋友可以到楼上 那么这艘游艇呢 它是有一个厨房 那么在下面我们摄影师可以摇下去 那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这艘船的数据 那么整艘船呢 是宝马的发动机 两台V8 那么现在往后走呢 它是有双驾驶室 第一个呢 是这个驾驶室呢 一般是打卡拍照 基本上没有怎么使用 那么在楼上呢 是真正的驾驶室 那么现在到它的船舱来看一下 那么这艘船呢 它有三个卧室 那么第一个呢 是有两个单床的房间 那么这个房间呢 是没有卫生间独立的 那么往后走呢 另外两间是有 过来以后 可以看到这一间呢 也是一个单人间 那它床要大一点 对不对 那么有独立的卫生间 都是往里开哈 那么都有独立的卫生间 OK 好 那么空调呢 也是配备 再往后走呢 有一个公用的卫生间 在这里 公用卫生间在这里 对 然后卫生间还是蛮干净的 因为一直使用管理公司在做打理 那么在往后走呢 就是一个双人床 对吧 那么当然这个双人床呢 稍微小了一点 不过两个人 挤挤会不会更温馨啊 那么这艘船呢 不算是最新的船 但是呢 这艘船保养的还不错 出海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其实在普吉岛呢 像这样的单体游艇啊 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 说实话 在普吉岛啊 玩海 跳岛 真的是很早以前 大家都玩了 已经怎么说呢 非常的熟悉了 特别是欧美人 来普吉岛很早 所以他们对于这边的岛屿玩法 会更多 像这种单体的船的话 在十几年前 大家都很流行 那么到现在的时候呢 还有很多的双体船也可以玩 后面我会给介绍给大家 那么OK 那么现在我们到前面去看一下 那么两边呢 都有通道 可以直接到达我们的前方 那么在这里呢 是我们整个船的一些 升降和动力系统 比如说我们的升降甲板 还有我们的一些 引擎和冲水的一些设置啊 都在旁边 好 顺着往这边走 玩的54尺 我们的价格呢 是10人 如果你增加人数的话 根据你出行的 会不一样的一个价格 那么来到前面的这个甲板呢 是可以坐10到15人 在这里你可以开party 对吧 那么前面呢 我们有一个音响组合 到达夕阳日落的时候 在这里尽情跟朋友一起 把酒言欢 非常不错的一个画面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呢 现在的时间呢 有点 它有点刺眼啊 大概是在两点到三点 我们一般来说 现在这个时候的话 一般都会上岛 那么到了下午日落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这里 开箱并庆祝今天的安全行情啊 OK 我们现在参观完了室内和甲板 我们现在到飞桥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二层的飞桥 我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这个游艇啊 出海的话是包含了午餐 然后包含了酒水 然后也包含了水果啊 那么酒水呢 是香槟一瓶 那么一午餐呢 是每人一个套餐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是可以给大家做日本菜 西点和中餐 没错 我们是可以提供中餐的 是不是很棒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容纳六位小伙伴 但是在后面呢 我们这有两个躺椅啊 在这个地方 在后面晒晒太阳是非常棒的 而且我们还有一些真正服务 可以在船上给你拍摄 航拍都可以支持啊 那么我们这艘船呢 航线是哪些地方的 最远的地方 我们是可以到达PP岛的 那么大概需要五个小时啊 一般来说 我们会跟客人商量 所以说我们先坐车到一个地方 然后船呢 在那里接下 这样的话时间会充裕一点 那么除了斯米兰 皮皮岛 黄地岛 珊瑚岛 鸡蛋岛 你要知道普及岛周围啊 有32个里岛 够你玩的 真的 如果你有自己一艘游艇的话 我相信在这里 你玩很长时间 你会玩不腻的 OK 那么今天呢 就为大家介绍完 这艘54尺的单体游艇 有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便宜区告诉大叔啊 现在疫情 大家来不了 没有关系 保存好大叔的联系方式 我相信疫情过后啊 绝对会让你有惊喜 OK 那么今天呢 大叔就带大家介绍到这里 跟着平衡大叔 看遍普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